吉兰丹能吉利选战正式打响 国阵和国盟如火如荼展开竞选造势活动 国阵这次派出了年轻代表 穆罕默阿兹马威上阵 希望凭借他自身的领导经验 获得更多年轻选民的支持 国盟方面则是把重心放在原住民身上 国盟竞选主任 纳都斯里穆罕默沙努西表明 他们会积极拉拢2000多名在地土著选民 相信国盟能够以2000多张多数票 守住能吉利周一席 能吉利补选竞选期开始 代表国阵出战的莫哈默阿兹马威 在提名结束后 马不停蹄的走访选区向选民败票 虽然阿兹马威只有38岁 但他不是政坛新秀 目前担任吉兰丹巫统青年团团长 他受访时透露 本身从学生时代一直到现在 都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 而他作为青年领袖的卓越表现 成功获得在地人认可 这次竞选周期 阿兹马威计划举行各类活动 尽可能接触更多选民 特别是住在偏远地区的年轻人 希望借着领导青年协会的经验 捍却当地人的福祉 争取土著选民的支持 国盟竞选主任沙努西今天在话旺声 出席活动后表明 竞选团队将组织和土著选民见面 并且用各种沟通方式传递信息 沙努西表明 凭借加强原住民方面的竞选活动 他相信国盟不止可以胜选 还能以2000张多数票打败对手 他解释说 国盟的影响力遍布每一寸土地 包括原住民地区 再加上候选人莫哈默里兹瓦迪 受选民欢迎的态度 比起上次周选 国盟这次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另一方面 针对国阵主席阿默扎西指控 一党利用土团党出战补选 沙努西回应说 两党之间是真诚合作 他还形容一党就像是大哥一样 如果弟妹有弱点 他们就会补足 而这就是国盟的作用